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場選舉裡面 民進黨本來是聖劍在握 認為說我們防疫 這兩三年來我們掌握了所有的媒體 所以我們把陳時中塑造成一個神的地位 那由陳時中來領導前台灣各 縣市的這些候選人的話 那這種外譽現象一定會讓民進黨大贏 所以民進黨很多人看好陳時中 那他又是蔡英文指定 所以你看管碧玲他是高雄的 他也來幫陳時中 莊瑞雄他是屏東的 他也來幫陳時中 司法院長的女兒也來幫陳時中 法務部次長蔡碧仲的女兒也來幫他 對不對 西郭勇的女兒也來幫陳時中 為什麼 因為大家需要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會當選 我們如果幫過他的話 我們這個經歷就不得了 陳時中競選總部的什麼什麼 那當然最需要這個經歷的人叫陳建仁 蔡英文說這個肥借給你 陳時中一定當選 你既當主任委員 到時候仗公第一比就是你 所以你來選總統最好 所有人都把注都壓在陳時中 可是陳時中 陳時中說我 你們都說我民調高叫我出來選 陳時中簡直是一張白紙 白紙就要革命 大家看了吧 所以你們都叫我來選 現在不能怪我 是 這是便當會裡面的內容 可是你可以看到 陳時中會輸是民進黨大輸是為什麼 因為這場選戰很簡單 就是老百姓對於這場疫情 對疫情他們的看法 這些看法跟你們過去掌握媒體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因為選前兩三個月 慈濟功德會 日本不讓高端進去 一樁一樁的出來的話 人民才發現說 原來這兩三年 你們的防疫都在騙我們 都在騙 所以陳時中人設崩壞 不只那個馬桶 蔡英文 那時候立保這些人 大家才發現 你們整個執政團隊 原來你們就是會包裝 可是你們做的東西是不真實的 所以人民透氣民進黨 並不是因為說 他們不想讓民進黨獨大 而是看穿了民進黨 然後你們民進黨 把台灣搞成這樣 最後有那麼多人死亡 最後有那麼多年輕人受傷害 那其他的年輕人 他們不投民進黨 就可以明白了 好 我們緊接著問一下淑慧 我覺得看到蔡英文的談話 就讓我想到 明朝的亡國之君崇禎 死要面子活受罪 怎麼樣都不肯認錯 怎麼樣都覺得自己沒有錯 這個崇禎在這個亡國之際 還講了一句話 叫做 軍非亡國之君 承接亡國之城 我不是亡國的君主 我沒有不對 我很認真 但是你們這一些人太爛了 才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今天民進黨找戰犯 或是我們找戰犯 最大的戰犯大家都知道就是誰 就是蔡英文 昨天我在卸票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哥說 你們幹嘛去幫民進黨瞎操心 你們幹嘛幫忙去檢討民進黨 你們幹嘛幫忙檢討 找民進黨的戰犯 就讓他爛到底 就看這個政黨可以爛到什麼地步 坦白說 我也認同 可是今天為什麼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個執政黨不要一直爛下去 因為他爛他的沒關係 但是他把台灣 把整個台灣的這個 不管是兩岸的這個問題也好 或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內政 全部都拖垮下去 蔡英文執政到現在 所有的問題沒有解決 不管是兩岸 不管是年輕人的低薪 高防下等等通膨 他唯一解決的就是 一場又一場的選舉 一場又一場的選舉 陳明文跟館長說 我們一起來罵政府 我告訴大家 他不是良心 不是跟高嘉宇 王世堅一樣說 我們一起來檢討 他是要轉移焦點 叫大家一起去罵蘇貞昌 罵蘇內閣 因為他還講 說其實執政縣市都靠我們英系 對啊 才有辦法保留下來 蘇貞昌太爛了 這個執政黨太 這個政府太爛 這個內閣太爛了 這就是蔡英文的面子 我做得很好 我沒有問題 是你們有問題 所以今天到了這個地步 我覺得今天民進黨的敗選 就像2018年那樣子 可是為什麼大家看不到 民進黨的檢討 因為他就覺得 我2018年大輸 但是等到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再一次打出抗中保台 再一次打出仇中反中 兩岸有危險 我一樣中央執政 還是我執政 這有沒有可能 坦白說不是不可能 所以這兩年 我覺得與其國民黨不斷的去 檢討民進黨或等民進黨 國民黨自己要想好 第一個我們要派出 什麼樣的候選人 我這幾天去卸票 當然藍軍支持者喜氣洋洋 可是喜氣洋洋 開心完以後 他們下一句就是 國民黨不要亂 不要再像2018年一樣 這個我們的執政高層 要一定不要驕傲 一定不要假如說 這就是我最厲害 然後每一個人都覺得 大事可為 每一個人都出來選 不要這個樣子 民進黨爛爛他的 但是國民黨也千萬不要 讓人家覺得說無可期待 好 我們緊接著請教一下候志哥 民進黨現在的狀況就是 戰犯在抓戰犯 那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剛剛已經該點都整過 就想怪罪別人 就是說他的檢討 就是說他有一條線 你不能碰陳時中 不能碰孫昌 不能碰蔡英文 碰到你就變成戰犯 何志偉也是這樣 王志堅也是這樣 高嘉瑜也是這樣 就是說他的所有的檢討 都必須要畫一條線 在這個線裡面 所以最後都推側翼 推林志堅 都是林志堅不好 林志堅怎麼可以繞跑 全黨都要挺你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繞跑 側翼怎麼會出現這個樣子 可是你歸根究底 今天的狀況當然會 你可以民進黨現在失敗 你可以找出一堆的理由 蔡英文現在說 是人民不曉得他獨大 你今天 今天六都十五縣市 你選2加3 你如果選個2加5 2加8 你說民進黨 人民不想讓你獨大 你選到2加3數 還要趕口 你還說人民不想讓你獨大 怎麼是 人民就是要 要讓你真難看 不是讓你不想讓你獨大而已 那今天的最主要問題是 民進黨的問題是 其實是在蔡英文身上 為什麼 就我們剛剛講的 他現在檢討有一條線 就不能夠過這條線 因為過這條線是什麼 過這條線代表蔡英文錯 你今天檢討到陳時中 就表示蔡英文 一直肯定的防疫是錯的 你今天檢討到蘇貞昌 表示蘇貞昌英文是錯的 所以他的狀況就變成說 因為蔡英文不能錯 所以碰到蔡英文重視的事情 就得硬拗 不管是蘇貞昌在立法院 嗆委員也好 或者說陳時中 再一路過來胡說八道也好 或者側翼巡取公司也好 他的根源都是這樣 就是蔡英文絕對不能錯 所以蔡英文到今天還是不認錯 蔡英文只要不認錯 他的狀況就會一直下去 你看這次選完之後 蔡英文第一時間是什麼 蘇貞昌繼續幹 因為蘇貞昌才能夠維持我的路線 才能夠維持 蔡英文永遠不會錯這件事情 再來是什麼 好 我要辭職 但是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選代理人 就是說他還是在鞏固那件事情 他不只是要 一方面 這個是他不能跛腳的權利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面子上他完全寸途不讓 對 其實我以前在2020年之前 我是反體民進黨的一個 深綠支持者 當然我們投票也是帶著全家 去投民進黨 然後去成為817之一 其實後來我就覺得越來越奇怪 因為我是一個胸腔科醫師 其實我一直有關心台湾的空氣污染 所以我在2014年15年的時候就開始有提台灣空氣污染嚴重要改善 然後會造成肺癌 心肌梗塞 中風還有種種的癌症 那我在2014年2015年在網路上寫這些台灣空氣污染要改善的文章 那時候是馬英九總統時期 我完全不會被攻擊 我寫什麼就傳達出去 然後大家也都監督政府 然後就慢慢改善我們的空氣污染 但是在2020年這個蔡英文817之後再度連任 我到時候就是也是提一下空氣污染的問題 開始鋪天蓋地的網軍側翼就來攻擊我 就把我罵得湊頭 就說空氣污染明明是來自於中國 我是中共同路人 我為什麼要幫中國辯護 然後我無論拿出多少的科學出去 台灣做了多少研究 證明說台灣的七成空氣污染都是來自於本土 他們都是不管罵 然後就出征出征出征每天出征 到時候我就一直被打 就是因為空氣污染 然後後來因為防疫 我有很多問題 像那時候買不到AZ疫苗 只有AZ疫苗買不到BNT 然後大家一直沒有疫苗 然後跟大家說不用打疫苗什麼的 然後說什麼輪到什麼就打 然後只有AZ也沒有關係 還有口罩拿去針 反正種種那時候防疫很多的錯誤 直到前一陣子的這個買 沒有買病毒藥就開始開放共存 還有快篩也沒有準備 這些問題他們都沒有處理 然後我就是開始網路罵 就開始一直被側翼的瘋狂的出征 一直的出征 所以你就是為科學 為醫學的專業而發聲 所以你應該很能夠了解這個 陳培哲院士的一個感受對不對 因為你們有類似的遭遇 對 因為那時候高端 我有給很多建議 就是認為他要趕快做第三期 否則賣不出去 其實我們都講這麼多的建議 但是在側翼的眼中 我們就是中共同路人不然就說 你是藍白粉4%韓粉就用這些攻擊你 覺得你講的話就是因為有背景才要講 你講的真你他們完全聽不進去 然後就一直出征一直出征我 直到今天我的臉書 因為我昨天還講了台南有一個30歲的 女性媽媽她得了肺癌 30歲就得肺癌 開刀結果又要復發了 她跑來找我 結果一問她又沒有抽菸 也沒有二手菸 也沒有油菸 也沒有家族死 我就跟她探 然後她就嘆氣說 她覺得可能是台南空氣污染造成的 我把她寫在臉書上 昨天和今天又被側翼出征 所以這個側翼是非常的誇張 她幾乎聽不見 聽沒有辦法容許一見 你能去一句反政府 或者是檢討政府的話 她完全她精忠的利益 就像剛才那個大哥講的 只有蔡英文蔡政府的利益 所有人民的死活她都不管 無論我們提出再多的一些口罩防疫策略 或空氣污染 這種罪大惡極的一些空氣污染 甚至有人都已經年輕就得了肺癌 她們眼中都不管 她覺得你講的這句話 會讓綠營掉選票你就該死 你是中共同路人 她就找人來圍剿你出征你 那當然她這樣子的作為 其實就是前置我們一個自由的言論 就像她關掉中天電視台或什麼一樣 NCC到處開罰一些反律的言論 這其實就是讓大家噴聲不敢講 甚至疫情期間最常講的就是 你講的話對嗎 否則要罰你300萬 這就是一件進乎一種 她就是求援兼裁判 然後就恐嚇你 讓你講的話就是不敢去質疑政府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言論自由 在蔡英文執政的這幾年 非常的被限制 而且開倒車真的是民主退步黨 而不是民主進步黨 我們反而現在台灣越來越 跟中共對岸看齊 我們有很多的這種戰狼 綠色戰狼 小粉綠在網路上尋查我們的言論 只要你言論一不對 馬上來出征你 然後一直圍剿你 然後甚至都是用毀謗方式的 去攻擊你 然後那些側翼帶頭 我們也知道徐曉星委員 最近也破獲整個群組700多人的 全部都是那種側翼網軍被攻擊別人 所以他們其實行之有年了 蘇伊斯也是被出征了三四年 蘇伊斯想請教您 本來我是深邀 就是您現在對於民進黨 您還會覺得說您支持民進黨嗎 或者說您覺得你現在已經是 民進黨已經變了 不再像是你以前支持的民進黨 那你有什麼特別想要跟民進黨呼籲的話嗎 其實我們以前我們大家會支持民進黨 都是因為我們感覺民進黨是一個 這個民主要推動民主進步 然後推動社會進步 但是我們發現民進黨最會做事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是在野的時候 民進黨最會監督別人 但是自己不容得任何一點監督 那到時候他們沒有執政 所以我們看不出這個缺點 我們只看到民進黨很用力的監督政府 很用力的監督中央 我們就很多民眾 我們就相信他 覺得選民進黨一定是對的 年輕人就有衝勁 覺得民進黨帶領我們革命 讓國家越來越好 結果沒想到民進黨執政之後 尤其是蔡英文總統 這個腐敗的速度是遠遠超過 真的是比以前國民黨還要誇張很多 所以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以前的深綠選民 不管是有沒有被出征 心中已經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其實有很多民眾 可能在這疫情疫苗 看得出來民進黨 這個手法真的是 一直帶著給你造神爆妝 稱之中多厲害多厲害 結果看得出來是黑箱 黑箱再黑箱 然後不然就是什麼 一問三不知 然後不然就是 搂人妻喝酒 謙卑謙喝一千杯 不會幾萬人一起吃飯 我根本就看不出他什麼優點 然後推出這麼爛的人選 硬要說他多厲害 所以看得出來民進黨政府很會選舉 但是不會執政 蘇醫師你這一回還有含淚投民進黨嗎 還是說你這一回已經不再支持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次絕對沒有含淚 這一次就是拜託身邊親朋好友 不要再投民進黨了 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親朋好友 如果他是挺綠的 這一次他們真的有點投不下去 所以這次民進黨的票 雖然為什麼會快速萎縮 就是有一些潛綠中間的支持者 都不想要出來投票了 所以他就大量萎縮 但是現在目前國民黨 對 表達我們的憤怒 國民黨即使也要趕快爭取這些票 所以剛才也講的 國民黨要表現出自己的優點 要越來越好 讓大家能移動過去 而不是我們就是短暫吸納這些仇恨子 那這些仇恨子 可能的票不會長久 要趕快做出自己的優點 其實我覺得很多民眾心裡已經 一直覺得應該要政黨輪替 因為民進黨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弄了很多黑箱 都不讓大家質疑 每次要質疑 西登昌就在那邊 你在叫什麼 就不讓大家質疑 我們現在談的問題是說 民進黨會不會自我檢討 你看看有王世堅 或者像黨外的游盈龍 或者是呂秀蓮這些 是提了一些意見 民進黨真的會檢討嗎 他們想檢討嗎 我認為是不會 如果是以前 像剛才吳朗講說 史上最大的一個選戰敗仗 以前就焦慮得不得了 不是在說只是說政權會喪失 我為什麼會大敗 民進黨當年之前都是有理想的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而且在那個時候國民黨大 如果你戰敗 你是會被滅亡的 會被人家殲滅的 你一定要好好想出辦法來 所以這種壓力那種焦慮 那種為理想可能喪失那個動能 你覺得這一次選完有嗎 少數幾個 所以應該講這麼大一個事情 一個組織的話 第一個應該自我檢討 是不是 再來就是相互檢討 然後另外就是也被檢討 這個非常非常不容易 蔡英文你看那個樣子有檢討嗎 我還看到一個是最有趣 她說我會把這一次 敗選的原因找出來 我心裡都一笑說你還要找嗎 你究竟不就是你嗎 你還要好像往外去找 負責任把這個東西找出來 你看他們成立一個所謂的選戰 檢討小組 也是說真的不太有什麼說服力 意思是說外面看得很清楚 你還要在那邊弄的東西 形式主義 真有心 真的那個高教育 或者都講到說以前是怎麼樣 整個黨大家就起來 這樣呼吸的檢討 為什麼沒有 我就問說他們想 第一個為什麼沒有 柯建平講一句話說 我們都是戰犯 講好聽一點說是我們都有責任 然後等著被檢討 如果大家都是戰犯 大家都有錯 除了少數像烏鴉一樣的 比較像不要講先知 像吹哨者的高家瑜 或者王世堅之外 意思是說 大家都等著被檢討 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都是戰犯 你看前個階段 犯這麼多錯誤 大家都點點 現在馬後跑一堆 沒有關係 那既然都是戰犯 大家一起來 沒有一直在檢討 不是 他們想說 反正大家都有責任 為什麼要檢討 就是我剛剛講沒有那個焦慮 沒有那個壓力 沒有那個喪失理想性 另外是為什麼有必要 沒有必要 因為這幾年下來 他們也是輪流執政 包括前後地方執政 民進黨這些人 少數已經有理想都已經 被踢到黨外去 各個吃得肥豬豬的 哪一個不是 你看從陳菊以降 現在最早還在這個線 就是陳菊 你看他吃得多好 他的這個家 其他人不用講 不但自己弄好 你剛剛講那個 吳乃仁的那個 吳義農 你看那個 那個是個立委 賴靜寧的女兒 賴品瑜 他有什麼貢獻 忽然間年紀輕輕 都是當立委 那你看賴靜寧 在吃什麼東西 吃香喝辣的 聽說這次雲爆 這個好像還跟他有關 那個是他還要搞 你想想看他們每一個 新潮流的 盤踞各地 分贓到滿滿的 那他為什麼要檢討 說到拜託 下一次再輸 沒有再弄回來 也吃得夠飽了吧 下面有真有年輕人說 還進去 一看說如果這個黨沒有希望 我們就沒有希望嗎 整個民進黨 現在進來大概就是個分贓制度 培養自己人 政二代 官二代 商二代 有些人就進去打工的 1450就領錢發薪水 就當炮手 這麼一個黨 這一次這麼敗仗 為什麼從蘇貞昌以降到 全部都是在玩假的 排除一兩個 所以你不可能 民進黨自己來檢討 現在外面有一些聲音 就批評他們 我的立場是 要不要檢討誰他們 我也認為他們不會檢討 他們已經夠腐爛了 已經腐爛跟 國民黨在那個時候 還有一點點可能 不知道 經過幾次打擊 會不會再生 民進黨我是認為說 我們也不用寄予太大希望 要不要檢討他家的事 最後一個結論 為什麼不能檢討 因為最大問題 檢討下去都到蔡英文 敢擔心 蔡英文又自己 看到李學長就沒有真正說 你們這次就放膽 該批評我就批評我 他假的 你如果核心沒有辦法弄出來 其他的各種肢結 大家又是共犯 然後講出來之後大家又沒有理想要炒出一個藍圖 反正越說越難看 乾脆大家點點 要討好美的 繼續一直吃 怎麼會有檢討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民進黨 做一個政黨 做一個進步政黨 還有再檢討的再生能力嗎 我認為沒有 我覺得一件事民進黨到底知不知道輸在哪裡 大家都說蔡英文好像不知道輸在哪裡 我不知道蔡英文知不知道輸在哪裡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蔡英文一開始從敗選26號的那一天 聲明到官邸會議裡面 他只做一件事 脫罪 所以中央很努力措施在地方結構 措施在地方人才的培育 然後在官邸是說人民不要讓一黨獨大 這出現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人民的民意都是他在解讀 根本不是人民在解讀 所以他自己在解讀民意 民意是不讓他們一黨獨大 這是他在解讀 然後講到這麼多 中央努力地方結構的問題 地方培育人才的問題 奇怪 2014年的時候 民進黨大贏的時候 地方結構沒問題嗎 2016年你總統選舉的時候 地方結構也沒問題嗎 2020年你大贏的時候 地方結構也沒問題嗎 奇怪你贏的時候地方結構都沒問題 輸的時候地方結構都有問題 你贏的時候地方都沒有人才培育的問題 你輸的時候你提名的人都不是人才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脫罪 這個就是很簡單一件事情 其實民進黨什麼時候讓人反感 其實就在公投贏了之後 隔一天竟然跟你丟出竹竹合併 引起大化然 還記得吧 那時候大家就說 你為了林志堅一人之私 你連討論都沒討論 配套都沒有 你就丟了一個竹竹合併 結果沒想到 馬上徵召林志堅選桃園市 然後突然爆出了論文案開始 一路下來 我覺得他們到底有沒有實際去了解 這一段時間 民怨是一步一步累積上來 一直到投票那一天告訴你 我就是反對你 那一些民怨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從來都沒談過 從來也沒有去檢討過 為什麼出在哪裡 所以很簡單一句話 他告訴你一件事情 不是內政的問題 所以蘇貞昌可以留人 如果是內政 憑什麼留蘇貞昌 請問一下 警察大學校長 全國最高的兩位 三線四星的最高警政人士 一位警政署署長 一位警察大學校長 請問你們正風查得怎麼樣 你打黑金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人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三線四星 是跟社會人士 正義人士走在一起的 88顆子彈到底什麼結果 所以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情 黃成國的事情是事後爆發 但是治安的問題 黑道的問題的問題 其實是在選前那一波槍擊 什麼高速公路槍擊追逐站 一直到警察大學校長的問題 一路下來 你讓人民看到 你現在跟我講黑金 我會相信你嗎 不會 你這樣跟我講經濟很好 大家看到的是通膨 物價上漲 薪水沒有增加 買房子的人突然接到通知 你的房貸利率調升 等等的問題 這些問題跟你講的經濟好 你講的經濟好是數字 人民感受是我過得不好 這一些東西 我認為他們根本都沒有去體會 疫苗的問題 高端的問題 加上快篩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 是因為你來選舉才出現的嗎 你繼續當指揮官這些問題 過去存在的問題也都還在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他是在脫罪 包括說中央努力地方不為愛 就表示一件事情 甚至於我取消黨內民主 我徵召都沒錯 因為不是我中央的錯 是地方的問題 所以徵召也沒錯 人民的民意他自己解讀 就是他們也沒錯 是民意的錯 817萬票沒出來投 很多沒出來投 所以我們會輸 你看他們解讀的是817萬票 沒出來的票都是他們的 這樣子太好了 以後中華民國不用選舉了 817萬票永遠都是你的 我覺得一件事 他們到現在為止 對民意還沒有正確的解讀 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輸在哪裡 對 陳其邁是代理黨主席 那表示陳其邁不會參加 黨主席的補選 所以不是陳其邁要承擔 他只是代理 因為他是高雄市長 他沒有辦法每個禮拜三 都跑到台北 所以看黨主席的補選 看民進黨各派系派誰出來 參加 也可以一窺端倪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王世堅 跟高駕宇我都不深認同 當然雖然鄭老師覺得 他們已經夠有勇氣 其實真正的問題 就是剛剛上公講的 問題是蔡總統 所以你叫蘇貞昌下台 我不曉得為什麼大家 不是蘇貞昌下台的問題 應該下台的是蔡英文 但是他還有任期 他1126辭黨主席 1128在官邸請陳時中他們吃便當 換句話說 1128在總統官邸請他們吃便當的時候 蔡英文是以總統的身分 在總統的官邸 蔡總統你要請陳時中吃便當 就不應該在總統官邸吃 你應該去中央黨部吃 或去別的餐廳吃 你怎麼會拿我們的錢 請他吃便當 你連這個基本的黨政不分 他都不管了 這個中央社的報導 我不知道是誰出來放話 因為昨天有一個新聞 被何志偉否認 這是與會者的轉述 就剛剛主持人有念的部分 中央社顯得比較完整 從各項執政成績 跟他的民調來看 外界還算肯定 這個主詞有點乖乖的 就是執政成績 蔡的民調外界還算肯定 然後我們雖然有執政成績 但人民還是不想看到民進黨獨大 所以這雖然有執政成績 但是不想看民進黨獨大 這表示什麼 蔡總統沒有認錯 他根本還沒有到 尚義夫講的脫罪 我哪有罪 我何罪之有 我2016勝2018敗 我2020勝2022敗 我總統立委勝 我地方選舉敗 我功大於過 我有什麼罪 我第一次帶領民進黨完全執政 雖然是我蔡英文當總統 然後我總統立委都贏 2018被韓國瑜打趴了 我2020還是贏 對 我2022輸的是怎麼樣 你們2008被馬英九打趴的時候 是誰帶領民進黨站起來 是我蔡英文帶領民進黨站起來的 我2012差一點贏了 我只差80萬票 差點就把馬英九拉下來了 我2016直接扒朱立倫 贏了300多萬票 你們掌聲要來 我贏大條的 我輸小條 因為地方選舉是小條的 我贏總統跟立委 我要檢討什麼 為什麼要檢討 不用檢討 對 是陳水扁的貪腐 讓民進黨一敗塗地的 我代理民進黨 你們這各派系 我就不講王世堅跟高家瑜 你們各派系 這六年多來吃香喝辣的 還不是我蔡總統 我分糖果給你們 你們每個都有關坐 除了少數幾個像林桌水 剛剛你看到的游吟龍 郭正亮 施政鋒老師 呂復 他們不願意不食皆來食 可是大部分民進黨派系的人 我們待會第二段 第三段還有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結論 蔡總統的抗中保台 他的防疫成功跟他的執政成績 這個就是他2024故事的主軸 誰要接他的棒子去選總統 你要唱我的故事 唱我的主旋律 就是我蔡英文 我這幾年做得好棒棒 只是老百姓不想看到民進黨獨大 所以2018跟2022稍微處罰我們 可是我2016跟2020 我總統立委的大條的 中央的選舉我是贏的 所以這個主旋律 他幹嘛檢討 主持人你有聽懂我一下 蔡總統 他不會認錯 他覺得他做得很棒 好棒棒 只是老百姓真是 就是討厭支持他的人 有些沒有出來投票 他不會認錯 不會檢討 蔡碧琳就是剛剛我前面講的 從他算是很資深的民進黨 算是老政客 優化得很 很擅長用他這個女性 戴個眼鏡很溫柔的瘦子 讀得很 講話都是笑裡長刀 明裡長針 很善於政治咒針 你看他講那種話 表面都是很好 要在檢討 不要丟石頭 找原因比較重要 然後大家又怎麼樣 對外要touch明星 對內要無我無私 多漂亮的話 可是你看他裡面加一句 所以如果要檢討陳時中這個 我們屏東選成這樣 到底有什麼關聯 你不是講無我無私嗎 大家都敞開來講嗎 馬上畫紅線 為什麼 他是這次陳時中競選總部裡面的 政策小組的召集人 他還把什麼利金酒店的老闆 把那個財經雜誌的 卸進的等等找進去 他是負責人 他是競選團隊 他是阿中這一部 他有馬上畫 說屏東選成這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怎麼會沒關係 屏東不是在陳時中 整個疫情之下的一部分嗎 這次疫情 老百姓全面受害 難道綠了就可以獨眠嗎 屏東縣這可以沒有嗎 他一畫說 那檢討可以 大家好好 不過一畫 你看這種 光看這種態度 先把自己守好那再走 這種就是不誠懇 我剛剛講說你要檢討 自我檢討 相互檢討 共同檢討 你看下一個周玉寇 嚴格講他問的是個好問題 就說大家講說最後那個氣保 為什麼被氣掉的 反而是比較陳時中的往那邊跑 他問一個是該問的問題 那馬上就被修理 可是他語帶抱怨 周玉寇這個問題是對的 可是他為什麼人家馬上湊他 如果按照我剛剛的標準 你要問這個對的問題 要往外罪 你們這些負責操盤的 怎麼會講出這個判斷錯誤呢 那你應該先自我檢討 所以人家馬上酸他 你就是一個敗選的最大原因 你今天周玉寇 你沒有先自我檢討 那你要去檢討別人 如果你事不甘己 你沒有責任 問題你是大戰犯 然後你現在手塗往外指 是啊 那些操盤手 怎麼會判斷錯誤 這個問題值不值得討論 值得討論 但是你自己是誰 你也不是不可以講話 也不是不可以檢討 先自我檢討 他有嗎 他到現在沒有 還把自己弄得好好的 問題已經臭不堪文 你看這種檢討的方式有用嗎 他比較有趣的是這個館長 從這兩天 我真的聽了這個都有點訝異 他忽然間爆出這個大內幕 都跟陳明文有關 陳明文忽然間隔空說 我跟你有仇嗎 跟我無關都是胡說八道 說這個館長是為了趁流量 趁機 如果你真的跑去跟這個館長接觸 誰在趁流量 這個館長出來的時候 一副潮莽樣 講話之階 他又臭臭 在這裡 然後全個階段都要打籃的 我相信民進黨他們一定這個高層 可能包括陳明文這些 間列心情 這口讚 要把他拖進來 所以他們展開接觸 你到底有沒有跟他接觸 他沒有否認 只是針對內容 胡說八道 館長是要趁流量定性 館長報的內容 你陳明文跑去跟他接觸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 像這些事情 還有很多顯然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你們想要操作網紅 所以我說民進黨掀開來 實在是很可怕 很好 陳明文這樣檢討能夠過關嗎 像是外界檢討他 館長檢討他 很好 至於那個紙是賭藍的 這很賊 他為什麼選嘉義士 嘉義士藍大於綠 所以民進黨本來輸的可能性 比較大 他說沒有我們你們會贏 你換個地方 這塊也是慘 又是賊的很難 這什麼紙是賭藍的 對面一點水的地方在修書 是 來 上公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蔡英文說 人民不希望一黨獨大 我覺得蔡英文後面再加一句話 還是不希望一人獨大 黨內民主都被沒收了 誰獨大 所以到底是一黨獨大 還是一人獨大 我覺得蔡英文好好思考 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檢討過程當中 當然你看到了很多事情 現在大家都在撇責任 大家都說 側翼拉著選舉的主軸 包括一些媒體人 拉動了選舉的主軸 對民進黨是負面 現在就說 那不干我們的事 反正就是撇責任 撇責任 那你找了一些在 專門在搞社群媒體的 這一些人 那到底他們在負責什麼 我就不懂了 他們到底在負責什麼 那側翼等等 現在都撇得很乾淨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撇的 因為我覺得一件事 關於那種網路世界的側翼文化 在台灣大概已經沒辦法被消滅了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 如何管到不要像現在這個樣子 不要放縱不管到 已經什麼事情都變成他們在主導 包括你黨內的檢討 有人講話大聲一點 反正又是側翼來出征 難道側翼裡面 連檢討的空間都不給了嗎 連民進黨檢討的空間都不能有嗎 所以我覺得 現階段在撇清 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那事實上 從2018年到2020年 一直到2022年 這些東西都是存在的 已經沒辦法 沒辦法去說有與沒有的問題 什麼主力不主力的問題 既然叫撤 當然就不是在主對不對 如果撤意不是主 而這一次卻變成主 這是問題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 該去了解一些問題 至於說其他人講的話 包括什麼周宇寇講的 館長講的 我覺得都不是什麼 民進黨內部裡面直接的檢討 我覺得裡面還夾雜的一個 還夾著跟操盤手的恩恩怨怨拿出來 在講這些事情 我覺得也大可不必 我覺得整個檢討過程當中 民進黨看能不能開誠布公 我覺得陳吉邁 陳吉邁現在要當代理黨主席 那他就好好的跟大家談吧 看能不能談出一個結果 我第一個先確認黨內徵召 黨內用徵召制度否決民主制度 是否對與錯 先把這個責任隸屬開始吧 那這個隸屬應該很清楚 誰的責任是很明確的吧 我覺得應該從這一個方面 從黨內民主一直到選舉過程 民意的反應無法掌握 一直到操盤手的整個地方 我講一句話 如果大環境是討厭民進黨 操盤手只能讓候選人小輸 不要大輸而已 已經無法去力往狂澜民意的問題 所以最終我覺得操盤 你可以擺在後面檢討 先檢討你們對民意的認知程度 跟解釋跟接觸的過程當中 如何誤解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是 來 惠文哥 國民黨也是用徵招 國民黨要檢討 你還給我檢討 國民黨贏 為什麼要檢討 國民黨也是徵招 蔣安留的那些立委要補選 也是徵招 國民黨要檢討什麼 這個管碧琳 因為他之前是瀉系 然後又到海派 現在又投靠英系 我對管碧琳我就比較包容 這個館長是這樣 因為他被開槍 被開槍的那個被告 在看守所有黑道去接見 那是陳明文的辦公室喬的 所以他就跟這個 館長就跟陳明文有恩怨 所以他是俠院報復 沒有什麼反骨似天王 你不要自己那邊鬼扯一些名詞 這個廟口開講 這個選前我就跟大家講了 這個是阿中 這個是蔡總統 他就是榮登經濟學人的封面 他每個都講 剛剛講的人均GDP 贏過韓國跟日本 他喵口開講 他每一場一定吹 這個都是固定的套路 這個每一場都講了 就是他執政的成功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2016民進黨勝2018敗 然後2020勝202 我請問你看如果2024他贏 2024才是總統立委的選舉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一直要叫民進黨去檢討 民進黨2018慘敗 這個大家都記得 我請問你 民進黨2018慘敗 民進黨檢討的什麼 沒有 他2020就贏 民進黨2020贏 2020慘敗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2020慘敗 國民黨有檢討 也沒有 現在2022又贏 為什麼叫人家檢討 他們都沒檢討就贏 所以觀眾朋友誰要感謝誰 是國民黨要感謝民進黨 還是民進黨要感謝國民黨 這個我們其實也是 所以我從來不叫這個 我不逼民進黨或國民黨 你們不檢討 可是老百姓很無難 選票打開 然後勝負誰贏誰輸 輸的就檢討 其實是沒有的 我們沒有這個慣例的 所以那個什麼 你說鄭文燦那個什麼 小組什麼的 不會的 那個只是做個樣子而已